28岁的雷贝卡是名英国的博士生 他的伴侣则是名澳洲人 两人相爱交往之后花了好大一饭功夫 才在去年让男友拿到英国的家庭签证 没想到前阵子呢 英国政府突然就寄出了史上最贵的这个签证规定 说明年开始只有每年薪水破了3.8万英镑的人 能够延续签证 3.8万英镑是真的很高 英国全职员工年薪中位数也才3.5万英镑 大部分外国人根本达不到 就像是在跟大家说 我们不接受外国人来英国 不止一般白领工作者 未来别想要在这里工作了 还有数万个像雷贝卡这样的跨国家庭 未来可能也会面临被拆散的命运 有不少人批评 难道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谈恋爱吗 而且英国之所以在吵这个签证规定 是因为前阵子反移民声音在起 保守党政府喊出要减少30万的移民 只是你说要反移民通常不是对难民开刀吗 怎么跑去兑付拿工作签的中产了 这样英国不怕未来缺工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飞 欢迎收看范淇的today看世界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的这项移民规定 根据BBC基本上是把现行的工作签 要求的最低年薪 从现在的2.6万英镑 涨到3.8万 这是一口气涨了48% 就算配偶是英国人 年薪也要达到同个金额 这个部分涨幅更夸张 原本规定只要1.8万英镑 现在多了一倍以上 另外还规定外籍看护跟部分的学生 没办法再用一亲的身份带配偶或家人 前往英国 护理工会担心新的移民政策 将对卫生跟护理产业造成彻底的灾难 因为这些外籍护理人员 在没有办法带家人子女留在英国的情况之下 通常会选择离开 让现在已经超级缺的护理人员更抢手 还没完 过去英国政府会开列一个缺工产业的名单 把薪资门槛打八折 让从事这些行业的移民比较好进来 但因为工党批评 这么做就会让雇主名正言顺的压低员工的薪资 所以从明年开始这个规定会被废除 英国政府还要盘点这个缺工清单 减少上面的缺工产业 这个政策一出 一堆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就骂得要死 我在英国做服务业的朋友就说 这根本就是要把外国人赶出国 而且这些被政策打到的移民 可是对英国经济贡献不少的 为什么突然英国排外排到 连帮忙生蛋的母鸡都不要呢 这是因为移民人数突然大幅的上升 英国政府前阵子公布移民报告 发现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里面 移入英国的人口有67.2万人 2022年全年数据上修至74.5万人 不但远高于预期还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让许多英国人吓了一大跳 正在抢救下次选举的保守党 才又重新炒起了移民问题 而反移民这张牌 英国保守党本来就很爱打 我们之前介绍过前英国首相强生 去年4月推出的卢安达方案 想要处理英国的非法难民 这个方案找了非洲国家卢安达 在这里离英国蛮远的 然后跟对方签协议说 我们会把一些难民送去你们那边 然后付钱给你们 你们把这些难民收下来 让他们在那边申请庇护 乖乖的待在那边吧 强生的时候希望能够靠这个政策 达到一定的嚇阻作用 让移民不用在想方设法渡海来英国 有地方可以落地生耕 听起来很不错吧 所以现在首相苏纳克上台之后 还是继续沿用 甚至在今年初就承诺 今年的五大优先事项之一 就是要阻止这些 横跃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的船只 问题是计划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个卢安达计划根本就雷声大鱼眼小 英国目前已经为了这个计划烧了超多钱 光是去年就给了对方1.4亿英镑 卫报指出政府原本是说要送个几百人过去 后来又说人数无上限 但原本去年6月就要飞的首发航班 因为欧洲人权法院的介入 再起飞前几分钟就取消了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被送去卢安达 而且航空公司因为议题敏感也不大配合 另一边搭船而来的非法难民 每年可是有几万人 像今年已经有将近3万人了 从法国渡海到英国会有生命危险 都吓不走他们了 你跟他们讲 你会被遣返哦 你会被送到卢安达哦 哪里会有用 这样就算了 卢安达的人权记录还很差 将近30年前发生了卢安达大屠杀 死了50到80万人 现在也常常有法外处决情况 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就说 你这个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了 哪会去重做 逼着保守党只能想办法搞新方案 跟卢安达签新的移民条约 说会好好地监督 这件事情现在搞到保守党内意见分歧 处理这件事的移民事务大臣 还在跟卢安达签完新约的隔天 就宣布请辞 让首相苏纳克现在对移民问题继续焦头烂额 BUT 就算搞了这个对付移民的政策 金融时表指出 在英国去年70多万移民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难民 而是以工作签跟学生签为主的申请者 以印度人为大宗 寻求庇护的难民只占大约一成 就算算上4万多的非法移民 那也还是不算多 那英国到底为什么还对这群合法移民要动刀呢 第一民众民粹起来才没有再分什么移民难民 管你合法不合法 听到移民全部就暗怒 移民议题已经成为英国大选的热门话题 但英国舆论却把移民这个词给全部混在一起 根本没有再分什么难民 工作签还是学生签 通通就贴上一个外来者 冲击英国文化的标签 听到政府要缩紧移民政策 也不管到底有没有处理到非法移民 会不会害到自己就是要支持 但专家指出缺工跟缺学生是英国现实处境 英国政府不大可能大幅缩减合法移民 英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不久前才把原本请自移民大臣的位置 就给一分为二 让一个专心去对付非法移民 一个去处理合法移民 第二极右派逼宫 英国从脱欧开始 移民议题就一直很受到英国选民的关注 目前民调显示保守派下次大选可能选的不会太好 这样一来首相位置大概要换人座 只要极右派强硬一点 就能够抢占移民议题的话语权 还获得反移民基层支持 所以面对移民问题 保守党极右派的议员才会步步进逼 甚至要苏纳克退出欧洲人权公约事情才能罢休 但有一批保守党员要求绝对不能退让英国的民主法治根本 所以现在苏纳克就被卡在两股势力之间 如果苏纳克硬不起来 可能就得向极右派妥协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 第一个就是最近的台湾大选内阁制的话题很夯 就想让大家看一看 这英国的内阁制大概是怎么搞的 第二呢 移民对一个国家本来就有好有坏 一下子来一大堆新人融合的确是问题 这么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人 进到自己的国家来绝对要适应其 但大家也不要忘了让移民进来 就是因为你本来的国家有问题 它需要解决嘛 在英国他就是缺护理师 现在都不给进来 那英国那个很丝毫的健保制度撑得下去吗 但没法子啊 时机不好的时候 人因为缺乏安全感 对外来人就会更持怀疑害怕的态度 本来外来移民有好有坏 但现在都只看到坏的 这在英文就叫做Xenophobia 我很想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 它叫做A Fear and Strangers 恐惧与陌生人 那这本书是拿各国的历史事件来看 对外来人的敌意 到底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 结论是yes 他讲到西班牙人在刚到美洲的时候 就砍了一大堆印第安人的鼻子 手啊脚啊的非常的残忍 中国的部分呢 作者就举了义和团的例子 当年呢 他们喊出了口号 就是要杀光养鬼子 他也说 多么以理性 以关注人性文明的大文豪 大作家们 比如福尔泰 都被发现有Xenophobia的时候 所以呢 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这么一点啦 因为对外来人的这个恐惧 它的来源 它不是要攻击 而是要保护 但这不是要说Xenophobia是理性的 它是人性 但它是不理性的 义和团不行吧 但解放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看书啊 那今天我就想请大家来聊聊 你觉得Xenophobia是人性吗 我们用理性可以管控吗 别人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在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估计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翻新北的Today看世界 天文精选者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